今天想說很多網路合同都是律師會草擬 但其實律師草擬都會問投資者意見 有什麼東西要包,有些東西不用包,或者寫什麼下去 在這裏就純粹跟大家分享介紹一下普遍現在買賣合同有什麼因素你需要在內 很簡單的說一說一份買賣合同通常會有什麼 定義就一定有的了 然後作價,還有購買改善後面會再說些什麼呢 有時候作家買一間公司,或者買一個優惠,其實還有機會可以有一些作價調整 作價調整其實是一些什麼,可能在買賣合同那裏會寫出來 究竟有什麼陳述和担保賣家會寫出來 然後有沒有先決條件要做了才可以成交 例如你要有些可能原來是之前兩三年那些 Tax return 都沒有上稅局的 可能在成交之前就一定要上所有 以前財政年度做所有審計 做所有稅務filing上稅局 這個可能是一個先決條件,到時其實是 這些先決條件可以談的 然後最普遍就是 有一些訊息披露,即是disclosure schedule就是 我們一般見到坊間,通常就會 因為你做完那些,可能有些adjustment,或者proposal adjustment都會不齊的 通常這些schedule可能會 通常當附件都會 attached回到當初自己管理層做的management accounts 然後又沒有賣方要提供的indemnity,即是有什麼保障要說出來 通常都是一個taxindemnity,就是以前成交之前有關稅務上所有的東西,其實賣家就要提供擔保和保證 如果有什麼賠償,其實賣方就要拿出來 通常都比較普遍的,因為tax 以香港為例,其實他追溯了7年了 但是這7年就不是真的,我今天2020年,我只是追溯了7年之前 但是如果他曾經可能15年曾經出過信給那間公司的 那可能就算去到2023年,那個file都沒有close的話,其實他都可以繼續追溯了 所以通常在一個買賣合同裡面 都有一個section,是一個taxindemnity 然後就說一下作價機制 作價機制,我們現在坊間很普遍看到,都有機會用一個cash fee和debt fee的defination 那是什麼呢?作價的adjustment是什麼呢?就基於cash fee,debt fee和working capital working capital在一個買賣合同裡面,其實不一定只有我們以前讀書看到 就看到current asset減 current liability就是working capital 就是working capital 那working capital可以自己定義的,究竟有什麼recivable你可以不包 有什麼payable其實你不包 或者什麼叫cash fee和debt fee呢? 例如有支cash like 階段,例如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之前有個relate party拿了一塊錢,其實這個recivable可能會還的 可能他cash like guide就加到cash上了 然後debt like guide就是什麼呢? 例如可能一些commission或者是divident的前提供 其實是divident payable 這個可以是一個debt like 階段,我就去adjust一個cash fee和debt fee的balance 的時候我拿這個底部,然後加上一些我正常做一間公司營運要的working capital 可能這就是它的座價 Purchase-Priate Adjustment就是什麼呢? 究竟我adjust多少cash-like和debt-like的項目 但是cash-like,debt-like,甚至working capital 在這個買賣合同裡面是可以談的 因為它也不是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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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 以前我們讀書時的東西 總之我雙方買賣、兩方可以談 例如working capital 我就不計算Inventory 因為其實你的Inventory在成交之前 歸你,你自己怎樣也好 我就不會買你的Inventory 他的working capital可以是不包括Inventory 或者一些Deferred Revenue 這些Liability 可能公司因為你訂購做Deferred Revenue 他其實錢就收了 但是將來,這個他realize 變成Revenue的時候 那個Tax其實在新買家 即是在購買家裡 但錢就銷售了 可能有時有這樣的Deferred Revenue 都不當是一個working capital 要在working capital 歐方出來的 OK